华朝大学附属长庚医院 6月2日在厦门海昌举行接牌仪式 作为台资三甲医院 厦门长庚今后将成为华朝大学附设的 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 以及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基地 担负医科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 当天,两岸嘉宾共同见证 华朝大学附属厦门长庚医院接牌 华朝大学校长吴建平表示 厦门长庚医院成为华朝大学附属医院 对医教研整体水平提升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产生积极作用 透过实质合作 未来双方将聚焦医疗重点领域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人才培养 科研学术和医疗服务水平 华朝大学附属厦门长庚医院院长蔡寅黄表示 依托华朝大学品牌优势 是医院发展的良好机遇 除了共建精准医学转化研究平台 提升临床转化应用 双方还将共享两岸师资 共建高水平医学教育 学生来到医院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就是要在临床上面的技能上面 我们要给予充分的教导 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要训练他 怎么在临床上去解决问题 而不只是知识的教导 这一个逻辑化的判断 还有一些推论的教导是很重要 首批29名华朝大学大三一学生 经过两年在校学习专业理论后 将来到华朝大学附属厦门长庚医院 轮流到每个科室时期 除了临床经验积累之外 他们还将进行医学科学研究 医学人才培养的关键要是侧重于实践 又侧重于这个医疗的这个技能 那我们可能有更多的学生会进入到这 学生是轮换的 每个学年每个学期 也就是到长庚医院上上半年和下半年都会派 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之上 还要跟长庚医院进行科学研究 就医学的这个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 据悉 华朝大学附属厦门长庚医院 是一所及医疗 保健 医养 科研为一体的 台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目前该医院设定临床专科37个 开放床位1000余张 每日服务病患约3000人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